清晨的天还没有亮 台中市政顾问蔡碧如 就来为马拉松活动揭幕 民进党议员洪坚毅近来质疑 进化成案跟他也有关系 拖了好几天 蔡碧如终于提告 乱泼脏水 因为2017年 跟2020年进化成三月以后的事情 其实我2019年 我就离开台北市政府了 所以这件事情 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就已经提告了会告到底 这才是我认识的写地址 怕人的话救人 那这种戏码其实 在政治界常常会发生 依据怕人的话救人 洪坚毅宣报蔡碧如 他14号点名蔡碧如 和金华成案有关 更直问 有没有和朱雅虎见面 朱雅虎有没有因为金华成 写信请托你 蔡碧如强调 朱雅虎没有跟他提过金华成 更含要提告 却始终没有动作 到了19号 洪坚毅公布了 庶名蔡姐的手遇 还问蔡碧如 是不是你写的 蔡碧如要他直接把证据 交给检察官 大家在司法前直求对决 但还是没有后续 直到朱雅虎认了行贿官员 蔡碧如才真的有法律动作 2017之前 都已经跟威京集团 整个相关联有联系了 这才是我们大家 要勾集出来的一个问题 而非你讲的前后 560或840 你们两个的交情蛮深厚的 甚至于他还会告诉你 市议会的八卦 在告我的同时 那你自己可能也会被传唤当为证人 随着检方追查 柯市府八年 精华城容积膨胀的过程 逐渐摊在阳光下 就等更多证人一一说明 给社会交代 明星新闻新闻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